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《情分观察》 回首2023年不出意料 中共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 关键时刻财新网社论 发表反习西文 知名的经济学家在接中国悲惨现实 9.64亿人月收入2000元以下 三头灰犀牛迎面扑过来 首先拜托新老观众 由于我之前的YouTube频道 被限制广告和流量 我开了一个新频道 请大家点击评论区的链接关注 谢谢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听到 大人们重复中共党魁毛泽东的一段话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那个时候我以为说 这表示共产党做事求真务实 扎实奋进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这么多事 我才发现我们其实都误会了 毛泽东和共产党 他们其实 对 对 好